内容 在我成人的那天 父亲带我去见了 一直躺在病床上的爸爸 那是我 第一次见到爸爸 为什么父亲要等到你成人 才带你去见爸爸 不知道 许是怕我年纪太小 会吵到爸爸休息 也或许 那十八年 父亲只想一个人陪着爸爸 他们真的很相爱 是啊 那二十年的时间 已可证明一切 竹生之剑工作室制作出品 无力远助 全一级ABO广播剧 与新生渡过的二十年 欢迎收听 今天是我的三十九岁生日 先生会送我什么特别的礼物呢 今天是我的三十九岁生日 这个蛋糕 先生会喜欢的吧 他那么喜欢吃甜食 从十九岁那年 遇见与我同岁的先生开始 先生每一年都会给我准备特别的礼物 有时候是漂亮的蝴蝶标本 也有可能是一条我心心念念的礼带 或者是香香的花束 那今年 先生您好 这是沈先生给您钉的玫瑰花 原来是玫瑰啊 先生先生 谢谢啊 先生 阿荣 阿湘 生日快乐 这是我们认识以来 你的第一个生日 玫瑰花代表始至不渝的爱情 送给你 阿湘 阿湘 我对玫瑰花的味道过敏 很严重 阿荣 对不起啊 我 没关系 是我没有告诉你 记住以后不要再买玫瑰就好了 嗯 再也不会有玫瑰花出现在你面前了 我保证 他怎么会忘记呢 他怎么会忘记呢 身体好些没 先生 我生日那天 您在哪儿啊 是和谁在一起啊 怎么会忘了我对玫瑰过敏啊 和阿湘在走红地毯 他是当红明星 对公司业务很重要 最近公司忙就忘了 阿湘 阿湘 我们该走了 主办方刚打了电话催呢 你好好养身体 我去处理一下事情 待会再过来 阿湘 阿湘是一位英俊有魅力的阿尔法 可躺在病床上 尤俊登窟的你 相形见畜 我相信 不用我多说 你该明白 对于目前的她 你的离开 才是对她最好的爱 不爱一个人 才会忘记老七二十年的东西 你 先生 为什么你只用了短短一个月 就能证明不爱 为什么 为什么 你继续 你身体底子本来就好 更何况后来还承受了那么多压力 那几月的纤细 已经彻底掏空了你身体 你得时刻注意啊 这样的身子 还如何为先生怀一个孩子 这也是先生最近平凡在外流宿的原因吧 蛋糕这么甜 可吃起来 怎么这么苦呢 怎么在吃甜食 先生 你刚出院不要吃太多甜食 我给你带了饭菜回来 这是香菜 我喜欢吃香菜 可是我们阿荣不喜欢 那以后不管是出去吃还是在家里吃 我都会为我们阿荣挑出讨厌的香菜 怎么了 怎么不吃 没怎么 明天我要出差几天 好 先生公司的大楼 净你已经高得要让无恙失了 就像我和先生之间的距离 你怎么来了 我记得在医院我就和你说过 现在的你 就像一条吸血丑 只会把沈霄拖累到垮掉 而且 你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奥米格 在这个社会于废无益 更何况 你还是一个依附于自己丈夫的无能奥米格 你会影响到他的后代 他的前途 你明白吗 不能你说什么 我都不会离开他 我会让你离开他的 我不会在意你能不能为我孕育后代 有你一个小宝贝要养就够了 许荣 先生 你怎么来了 先生 你已经一个月没有回过家了 我每晚都要开着夜店等你 先生 今晚 回家吗 阿湘 你先回去吧 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我们走吧 你 那边 这么多年 我一直待在原地 看着你越走越远 现在 你又不是我的天 我又有了另外一个喜欢的人 终究是我没有跟上你的步伐 很多年前 很多次我给你打包好一天的食物 那时候你的背影 永远都会给我安全感 因为我知道你还会回来 所以 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过 可现在 你的背影 越来越模糊不尽了 好 先生 先生 你怎么了 遇见先生之前 我每天都过得很辛苦 白天要伤口 晚上要坚持 就为了能吃一顿饱饭 眼泪浪犯的自我真的不会睡 那时候我以为 或许等将来有了爱自己的人 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体验 你 吃下蛋糕怎么都这么贵啊 好 先生 您看中哪个了 我给您装起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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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么多钱 有没有便宜一点的 出去出去 钱不够进来干嘛 还想吃蛋糕 好 孩子啊 来这吃点吧 老板 加个蛋吧 好嘞 今天是你生日啊 十八岁 吃吧 吃吧 好 好 先生 是不是因为 沐生和那个娱乐公司老板绯闻的事 你才这么生气啊 先生 你还记得我喜欢看雪 特别是出雪吗 因为听说 能一起看过出雪的人 会一辈子都在一起 记得 可那时候先生总觉得那是迷信 你 却还是牵着我的手 陪我看了无数次出雪 嗯 那时候 我以为我们真的能在一起一辈子 二种 谢谢你 啊 谢什么呀 虽然那段时间我们一穷二把 却是最会苦中作乐的时候 我们也过得很幸运 嗯 阿肖 我听说一起看过出雪的人 会一辈子都在一起 今年明年以后的每一年 我们都一起看出雪好不好 好 我们会看一辈子的出雪 一辈子在一起 那我们去看世界各地的出雪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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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这是离婚协议书 那三天两夜的过程中 有道老后都发现几道了 难道是 我真的怀孕了 这么多年 我终于可以为先生生一个小宝宝 这不是我回家的路 师父 我们好像走错路了 你长得很醒啊 和你的阿尔阿 怎么偏偏要出不过你呢 该把心思送到我的奥比嘎身上去了 这是 和慕神闯绯闻的那个人 你说 要是我也上了他的 他会不会也疯掉啊 给你一个求救的机会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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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身子也不错啊 阿尔你快来救救我 我好害怕 是 李师爷 你到底要干什么 干什么 你上了我的偶一赶 说我要干什么 你的神 你别忘了 当初是你先不要他的 放你的屁 神秀 我 当年那个仪器之下 抛下他去了一个破地方 上了一个破大学的人 可是你 你 对了 你还不知道 你的阿尔法 在你之前 还有一个旧情人吧 他们 我不想听 不 准确地说是我们三个 我不想听 我不想听 求你别说 求你别说 你确实长得还行 可是与阿身比起来 还是差太远了 你以为你深爱的男人 偏偏看上了你啊 还不是因为你眼角下的那坑泪质 长得位置以阿身的一模一样 不 不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真相 真相 你还不来救他吗 你想玩 就送给你 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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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没有 你 你 你是吗 真相相 真相 你知道吗 我怀孕了 沈先生 你听到了吗 我还了你的孩子 我并不是一个 一无所有的奥米卡 听到了吗 你听到了吗 我并不是一个 一无所有的奥米卡 那谁 很抱歉 我并不知道 你已经怀孕了 其实我们仨 从小一起长大的 情愫暗生 但门不当户不对的 最后就这样了 沈先生好幸福啊 能不能 陪我去电台啊 沈潇快要到了 你不要想不开 你放心 我不会跳楼的 我只是想要 去出吹风而已 在我还小的时候 一对夫妇收养了我 他们把所有的爱 与温柔 都清楚在我身上 只要我一哭 他们就会 昏晃张张地 把我抱进怀里安慰 那时候我以为 他们真的很爱我 直到后来才知道 原来 他们之前有一个 亲生的孩子 可是那个一直 乖巧活泼的孩子 却得了严重的 抑郁症 自杀了 他们看我年纪 和那个孩子相仿 就产生了疫情作用 想让我 代替那个孩子活下去 我那时候 就非常痛恨 代替这个东西 我以为 我这一辈子 一定会有一个人 对我的感情部 我这一辈子 都是假的 我这一辈子 都是假的 我这一辈子 谢谢 他来了 白月光从来都是 纯洁又明亮 我也只是被你用几句 好听的话 几次温柔的对待 就轻易得到的 不值钱或色而已 我已经彻底 彻底被你杀死了 不留一丝回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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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自那日先生把我接回家 已经过去七个月了 身子越来越重 开始失眠 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 也愈发地怀念年少时的时光了 为了曾经的先生 为了肚子里的宝宝 我一定会坚持到宝宝江山的那一刻 我就在这儿 为什么还要亲结婚照上的我呢 前几个月是我不好 一直忙公司的事到处飞 都没能好好陪陪你 你又瘦了 没关系 先生不是已经把工作搬到了家里 明天晚上都会早早上床和我睡觉吗 都七个月的身子了 早点休息 别熬夜 好 结婚照上那时候的先生 才是我的先生 才是我的先生 先生 所以爸爸到底叫什么呀 都想了一百多个了 感觉没有一个合适的 你有什么想法 我 阿荣 阿荣 怎么了 医生 医生 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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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怎么办 快 推进去 孕夫出酒量国道 准备出血 主任 主任 不存不够了 再去取三百毫升 给我穿上吴军服 我要进去 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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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 阿荣 母后 孕夫生产时间过长 她现在的体能 已经跟不上 接下来的最后一关 沈念双 我们宝宝的名字 何爽 你不能丢下我和宝宝 我不准 他又管他干嘛 这种时候 不能让强服再浪费力气去哭了 四人 我 不好 快释放震动吸气速 再这样下去 孕妇不是流干血而死 就是痛死 不好 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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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急 太重 盛响 从今都初看 老真如爱恨 从今皆无名的公知名觉 从年少无知到不活之明 这二十年的时间 我从最后 愿你 往后遇生 平安心 日子 老什么 一上 tarde 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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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那 晚一 晚一 晚了 晚一 晚 realized 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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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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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舍得出来了 没在病房 陪着许荣 我打算把公司交给念荣 让我去世界各地旅游 你 那是我曾对他的承诺 所以 替我照顾好念荣 好 父亲 李叔叔 念荣啊 我以为 你会分化成 一个可爱乖巧的 美丽奥米嘎 可却猝不及防地 分化成了一个漂亮的阿尔法 李叔叔就别挑扛我了 韩容 我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能陪你了 念荣也结婚了 我改去完成我们曾经说过的诺验了 以后看到你 好给你看 父亲 年荣 你爸爸这一生 都是在为我而活 公司刚成立那会儿 我经常出去应酬 深夜回来常常倒在床上 就顾不得洗漱 有时候还会涂得厉害 那时候 他就会拿一条 温热的湿毛巾 为我洗脸擦身子 然后再轻轻地偷问一下 作为他辛苦劳动的报仇 这样的夜晚 持续了很久很久 其实我都知道 所以从那以后 我就很少再喝酒 也很少再出去应酬 我会早点回来 抱着他入睡到天亮 也会给他一个晚安晚 然后小声地在他耳边而已 说有他真好 他最好 爸爸他一定很爱您 是啊 他很爱我 但是 我拥有了更多的东西 却不把他当作是我的唯一 玉碎好了 他那时候该有多绝望啊 多伤心 所有人都希望我爬得高 爬得更高 越高越好 这样甩下来的时候 就死得更彻底 只有他 求菩萨保佑我 平平安安 健康喜乐 父亲 你回去吧 我想单独和他待一晚 好 阿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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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走了多久了 什么时候回来啊 很久了 这样也好 这么多年 每一个日日夜夜 父亲都叙叙叨叨地 给爸爸讲着细碎的日常生活 每次结尾 都是一句我爱 和一个闻 我一直 很害怕父亲离开我 担心 他哪一天撑不下去了 担心他一个人承受不住那么多 承受不住 那些可恶的思念 父亲是个坚强的人 他会坚持下去的 这么多年 爸爸在床上始终禁闭着双眼 父亲不也挺过来了吗 你只见过沉默寡言的父亲 在我们的婚礼上 红了眼 落了泪 可你不知道 我曾经 无数次在病房外 听见过父亲绝望 压抑的空气 这么多年 作为儿子 我弥补不了 也给不了 他需要的那种陪伴 自父亲全世界旅游回来后 就一直在医院陪着爸爸 十多年了 都没有怎么回来过 父亲七十多了 他没多少日子 可以陪着爸爸了 所以他才一刻不力地陪在爸爸身边 沈先生 请您赶快到医院来 刚刚许先生的生命筋策一停止后 沈先生晕过去了 现在在抢救 父亲走得很安详 父亲走得很安详 我把他的手 让谁也分不开了 据说 将两个人的骨灰混缠着 装在一个盒子 那么 他们下辈子 还会在一起 他们 一定会在一起 练柔 你看 下雪了 是初雪 这是老天 在原附近的梦 他们是借旅游那些年 拍的照片 今天 有一个人看日落的 看海的 看花海的 可每一张照片上 都会有一行字 献给我最爱的 虚荣宝贝 有春天的鲜花灿瓣 有夏天的浪潮翻涌 有秋天的落叶甚深 却始终不见冬天的白雪岸 这么多年了 他还是不敢一个人看雪 如今 不是他一个人看雪 父亲和爸爸 所有的妄念痴传 所有的深情 最终 都得偿所愿 只是至终 是什么世界 我 只要是 我 只要是 你 我 只要是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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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你 这 这夜的花红 是心底灼热 若 儿时已过 怀念着的 初学承诺 这 一阵夜的我 想 再次转身拥吻你的 可 爱而不得 再次挥手 泪已成后 哭中 坐楼中 身红 独自看着 枯萎花动 在那儿时 能蹙跎 夜之中 如今却 生寂寞 儿时已过 没了我 想听一句 我爱你 却沉残生 知道的每个礼物 是告诉我 只能是 错过 我只问你 你 这 天啊 我又永远 要想 想 心 你 这 天啊 我永远 在哪儿我就 你 你的目的 也看着 这命运坎坷的 也当作礼物去替代我 若没有不舍 为何那天紧握着我 默默承受着不够 笑尽残忍为你而活 在哪儿失恋蹭痛 怀念的又痛苦 喝开了 而是一个美乐 暂停一句我爱你 却沉残舍 知道的每个礼物 是告诉我 只能是透过 在哪儿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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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失望